耶~~~ 欸我現在換好泳妝了 真的嗎? 你夜景過嗎? 哈哈哈 欸你義務超小隻的欸 可是我48超重的欸 那你哪大? 好吧那可能有兩公斤在這裡 哈囉我是蛋 今天呢非常的特別 就是我覺得小念良心發現呢 你終於要對我好了 我今天看到這個行程 我就想說哇我精神整個都來了 因為我最近真的太操勞 像我今天早上去那個驗收 然後我又感冒 然後我又生理期來 最近又非常非常的累 球賽一直跳然後一直曬太陽 今天終於是可以讓我放鬆之旅了 今天帶了一個超級大正妹 我待會呢可以順便就是偷學她的招 然後我今天就是假裝帶她放鬆 我現在在那個養生會館 哲也養生會館 哲也哲也養生會館 欸我們剛剛沒被她聽到吧 歡迎蕾蕾 蕾蕾 哈囉大家好我是蕾蕾 蕾蕾謝謝你今天答應這個行程欸 不會因為我剛好也很累 我都覺得太棒了吧這行程 對因為有妳在我才可以 就是享受今天所有的行程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待會邊按摩邊聊天好不好 GO 好 Let's go 按摩按摩按摩 欸我跟妳講我現在超興奮 因為我真的超累的欸 所以我今天就是 可以來這邊我就是 你過分了喔 瞬間精神變好 啊終於可以放鬆了 喔 我身體是不是很緊 蠻緊 我超緊的耶 而且我剛剛其實內心 一直在想說我要去按摩 我要去按摩 因為我還沒有認真看今天的腳本 謝謝雷雷啦 雷雷平常都在幹嘛 除了直播以外 平常還有在做這... 啊 啊妳屁股好痛 還有聽聽音樂啊 然後 之前還有在教做菜 欸妳是多才多異型的耶 對啊 妳是做什麼類型的菜 做台菜比較多 所以妳自己有去學 有學 然後主要是配合一些 那種現在的家店啊 然後去教一些年輕的人去做菜 欸很舒服耶 不想主持了 小燕可以幫我主持嗎 妳還在大力 我看著妳多大力 喔我覺得大力很爽耶 我都超像別人踩在我背上耶 可是請問屁股酸是什麼 什麼原因 酒做酒站 喔酒做酒站 所以妳就是在家裡然後一天直播 規定自己一定要直播一個半小時 呃我會希望自己有比較固定的時間去播 主要是因為固定的時間播可以養成觀眾在定點定時的時間去看 我可以問一下平常播的時候你們都在幹嘛嗎 主要還是看每個主播的特色耶 我主要是走唱歌才藝 然後有的時候可能還會模仿 會搞笑 我比較沒有藕包所以就可能會搞笑啊 模仿啊 比如說聊到蹦恰恰就學個蹦恰恰 真的假的來一二三 來一下 欸妳真的沒有藕包耶 它是摩羯座 我想說摩羯座不是都有藕包嗎 偶爾要靠近射手 欸對我也射手座耶 真的假的 所以妳是12月幾號 25 聖誕節快樂耶 假設妳有男朋友的話他可能只送妳一樣 男朋友會忘記我生日 這樣不行吧 還沒忘記 對啊 我以前有一個有交過的男朋友 他就真的忘記我生日 然後他隔天的時候就去買了一個紅豆餅 上面插了一個問號的蠟燭 說祝妳生日快樂 紅豆餅是什麼意思 對因為他還搭好工作 那地方旁邊那一攤是賣紅豆餅的 而且還是買阿姨給他的 還是別人給他的 對 還是要分手了吧 嗯早就 那蕾蕾妳收到最爛的禮物是什麼 除了紅豆餅 收到劈腿算嗎 妳說妳生日當天直接接受到 對啊 為什麼是別的女生然後說 欸寶貝聖誕節快樂 然後剛好男生是妳生日 沒有沒有 就是他剛好那兩天就說他們 也是學校 他們學校有什麼活動 然後他就沒辦法來台北 解綿樣的時候他在外地 後來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那兩天是跟學妹一起 就是在外地度過甜蜜的聖誕節 那個時候就初戀 天啊 欸很痛欸 對啊 啊那個學生 我不是說我的腳很痛 他那種靜寡來 不是因為師傅剛剛突然笑了一下 啊妳剛剛在笑什麼 好的我們現在開始要認真按了 就是享受 Enjoy 晚安 剛剛這個是整個熔路在享受欸 而且這個師傅很會按 然後他剛跟我說他最後要到桃園 好希望他可以來台北喔 等妳開 還是我開一個那個 對啊我就是要cue妳等妳開 我開一個猛男的那個按摩室 那妳要準備體驗下一個行程 喔對我們還有下一個對不對 對 待會兒就要去那個泡溫泉 泡溫泉又有晚餐吃 喔小獵這次怎麼對我這麼好 好感動喔 那妳該賣力工作了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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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按完有精神了 耶 我們現在來到那個溫泉會館 然後現在在大廳 所以我們待會兒呢 要去樓上泡澡 然後泡完澡之後我們再吃晚餐 很大欸 超大的欸 欸小妖妳看我們的床超大的快 那我先幫妳就是按 好讚喔 而且她也可以 就是這邊還可以化妝 然後還有浴缸 欸又來這裡 完全淡了 妳知道這裡在哪裡嗎 在淡水 好像太遠了 欸我先換好泳裝了 然後因為蕾蕾沒有帶泳裝 所以她待會兒裸體 沒有啦 她待會兒會披那個浴巾 然後現在我們再等那個放水中 給大家看一下 放水囉 準備 待會兒放完水之後 我們就可以泡澡聊天了 好 那妳覺得剛剛按摩如何 我覺得很舒服欸 就是最近的疲勞全部都解放 是不是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泡腳 然後可以讓腳也可以更放鬆 那我們今天會有準備一些快溫快答 給妳回答一下 好 準備好接招了嗎 好緊張喔 什麼問題 算是初認識啊 所以不會太辛辣 比較easy一點 真的嗎 妳夜勤過嗎 身高低重 15 48 欸妳15超小隻的欸 可是我48超重的欸 那妳哪大 好吧 那可能有兩公斤在這裡 這尾多少 32F25 25 35 欸妳應該要穿比基尼的 從小到大的綽號是 乳牛啊奶妹之類的 這樣子會開心嗎 好壞欸 欸這個真的很可憐欸 這個國章不是在跑那個大隊接力 然後呢 就是這樣子跑跑跑說 然後奶妹就很棒 對然後就發育的時候 就這樣跑跑跑跑 晃晃晃晃 結果那同學就說欸那個奶妹來了 超慘的 欸可是小時候會不開心 但長大應該會蠻開心的 就長大就嗯蠻驕傲的 就有奶妹吧 驕傲自己的奶很大 對馬醫自己的是哪個部位 應該是奶吧 沒有眼睛 那怎麼不會是奶呢 因為奶已經擁有了 喔 哇賽 平常自己最喜歡做什麼事情呢 可能就是聽音樂啊 唱歌啊 偶爾做做菜之類的 像我前幾天可能就唱了那個 台語歌露喉聲 然後就怒氣就在那邊哭 那我可以聽一下你的露喉聲嗎 你那邊有好時斷面談好呀 世間無阿不秀耶 下了下了 喔喔喔 為了版權 因為他剛剛其實清場 就是他的那個丹田很用力欸 很強欸 最有至今的一道料理是 紹興醉雞 講一個自己的特殊癖 喔我很喜歡我那個 冷凍庫的那個冰箱味 他剛剛一來就直接先 我可以看冰箱嗎 他剛剛一來就直接先 然後在那邊穩耶 打開冷凍庫 別人為你做什麼事情 你會最開心 就是 我覺得就是可以穩定我的情緒 然後 你情緒很不穩嗎 一定是有的時候嘛 真的假的 女生啊一定有的時候 會有情緒不穩的時候啊 對 你要可以穩定我的情緒 然後幫我先做好事情 就像我很容易焦躁很激躁 那有遇過這種人嗎 有啊有 還是會有啦 就是身邊的朋友 一定給我這個特殊 才能當朋友 欸那如果你就是跟孫生當朋友的話 你們應該會 然後 然後很激很激 最討厭吃什麼 青蛙 就是那個田雞有沒有 喔 青蛙 我不敢吃 喔榴槤 榴槤超好吃的啊 我敢吃 榴槤 翹腳鴨的味道 欸去 去泰國一定要吃榴槤耶 不行耶 一定要一定要 近期的目標是什麼 先減肥 然後可以存到錢買一間小窩 欸但減肥奶會變少 你是OK的嗎 我不會啊 他剛剛說我不會 我真的常常也把他壓下去 不要壓我頭 不要壓我頭 你剛好聽到嗎 不會啊 最常噴的香水是 我最喜歡的香水 到目前為止 我好像喜歡那個 MJ的一罐那個 粉紅狂歡 可是他已經絕版了 現在買不到了 阿如果那個噴完怎麼辦 所以我現在都只能噴一點點 就是一滴 做過最丟臉的事情 就是在按摩的時候放屁啊 真的喔 就可能剛剛按的時候 然後噗 噗這樣 對對對 很容易耶 你放鬆又按 按的話就很容易 但是我通常都是 我按摩的時候 然後按摩是放屁 那你最喜歡聽的歌是什麼 我最喜歡的一首歌 大寧女子 為什麼 因為可能我已經就是 大寧了嘛 可是你還好耶 特別有感觸 我是長得不像 但我內心已經是50歲了 沒有因為你 你剛有說你20歲的時候 其實就在工作了 對啊 所以算是蠻早就開始工作了 所以內心蠻成熟的 但也沒有到大寧啦 做過最瘋狂的事情是什麼 大學剛畢業的時候 就一個人出國 然後還睡在機場 為什麼要睡在機場 因為那個時候是 雖然簡單只是飛日本 可是日本那邊就是 剛好是紅葉班 所以大概12點過後 就沒有 沒有他的地鐵了 他就把旅客這樣 集中在一個樓層 然後他都睡在那邊 上一次哭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就是前幾天啊 為什麼 就是唱歌哭的呀 所以你可能是一個 很放感情的一個人 對 就你唱一唱 然後可能就會不想哭出來 對 那愛情還是麵包 有沒有麵包 可味的愛情 沒有 整選一個 那如果以現階段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選擇愛情 我剛剛以為你要選麵包耶 為什麼 我選擇愛情 但那個愛情的人必須要帶有麵包 解決 那你看人是看臉蛋還是身材 臉蛋 看個性吧 看個性 沒有我們現在就是臉蛋跟身材 那就臉蛋 因為我覺得身材可以改 那上面還是下面 哪種上面還是下面 你需要看上面的臉蛋 下面的臉蛋嗎 就你自己決定了 等一下 什麼叫下面的臉蛋 上面還是下面 我們看上面 選擇超級平胸 還是一次有三個大胸 這誰想的問題啊 他的大胸部也蠻恐怖的耶 很酷吧 如果是我會選平胸 那我會選三個大胸部 三個大胸部 你要有商業頭腦 你要可以去奇異博物館 這可以變得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平胸比較多人有 對啊 也是 也是滿足你三個願望 那你愛的人還是愛你的人 你會選擇哪一個 我會選擇 我愛他 但是他愛我更多一點的人 所以應該選擇他愛我的人 你是被愛的那一個 對 所以你喜歡就是比較有肩膀 對我喜歡有肩膀 然後安全感 多一點 所以比起那種就是 健身的 六塊肌那個 我比較喜歡 有點小肚子那種嗎 懂 輩子只吃自己最愛的一樣東西 還是每天都能吃不一樣的食物 但最愛的那樣不能吃 我會選後面那一個耶 會是 因為有一天一定還是會膩 尤其讓我對我的最愛膩人 但我永遠得不到他 唉唷 唉唷 這段話 你這麼好會講話 那我們今天就是我們先繼續泡嗎 我們先認真泡一下 然後待會就準備吃晚餐 Yeah 吃飯 哇 爽啦 我真的很感謝雷雷今天可以讓我就是享受貴婦形成 可以多來嗎 哈哈哈哈 那這個刀魚是不是很大一個啊 唉唷 刀魚掉了 我插回去 平常有來過淡水這裡嗎 淡水也會來 但是我沒有體驗過這邊的那個溫泉跟按摩 齁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來 我覺得蠻放鬆的耶 對啊 欸你不是說你實地唱這樣嗎 對啊 啊我現在看到泡沫你會唱泡沫嗎 那有什麼男的 真的是泡沫 吃一茶的花火 你所有承諾 全部都太脆弱 喔那你IG要不要也宣傳一下 好的 我的IG的 忘記了 欸 你們主播是不是都不會記自己的IG 對 我IG的這 所以喜歡雷雷的好不好 可以去嘴中泡沫 哈哈哈哈 再次選擇 LIKE 人留下